为了要来推动清洁能源对抗地球暖化 全球最大的电商亚马逊公司宣布 未来将要来采购10万台的电动货车 而且目标是要提早10年达成巴黎协议所要求的二氧化碳排量 Amazon公司表示联手电动车生产商Rivian所制造的第一批电动货车 预计2021年起就可以开始交车 车辆售价每台约7万美元 且车辆性能上具备一定程度的自动驾驶 自动报警以及自动紧急刹车 另外货车在充饱电的情况下一次可以行驶640公里 且会配备上四轮驱动能在三秒内从零加速到60英里 Amazon还同时宣布目标要在2024年达成八成使用中的能源都是可再生能源 且最终在2030年完成集团内所有能源使用全部都是可再生能源 东斯新闻团队在旧金山的综合报道